这里是儿童报告站 我是恩宇 我们的新闻焦点转向法国 法国总统马克龙 10月28日宣布 由于新冠疫情蔓延 法国将从30日起 再度全国封城 马克龙说 再度全国封城 禁止私人职会和公共集会 幼儿园和中小学将继续开发 大学将关闭并进行网络授课 这一场疫情让我感觉很伤心 因为不能见到朋友 可是我可以做手工学习更多